一件鬼骨子下山青花瓷冠横空出世 引得古董界各路人士清朝出动 欢迎收听古董局中局四大结局 明眼梅花 作者马伯雍 隐银将唯恐看不清的白口 拖到了眼前 借着外头射进来的光线端详了许久 他忽然起身 我以为他要跑呢 没想到他快步走到步道台前 旁边有一个小屋 是神父休息准备的地方 小屋没有锁 引红进去了 从里面拿出一个糖瓷缸子来 缸子上还写着某某单位三八红切手奖励云云 和教堂的气氛充满了不协调的感觉 引红晃了晃缸子 里边还有喝剩下的茶水 他把瓷片浸泡进去 约摸两分钟后 拿出来看了一眼 然后又泡回去 再拿出来 如是三回 他才微微点了一下头 眼神似乎找到了答案 看出东西来了 我问他 引红让我看那道白口的边缘 手指抠住 我瞪大了眼睛 视线顺着他的指尖移动 却没看出什么端倪 引红说 此起的右面叫做玻璃像 一般经久不变 不过若是环境太差 右面就会发生浸蚀 个别部位变得松软 拿锐乎这么一抠 就会有粉末下来 俗称苏骨 科学名叫钙化 银匠一般小拇指都留着长指甲 便于掐银做记号 他用小指甲 往白口底部一刮 我清晰地看到 他指甲缝里 嵌入了一星白色的微颗粒 这鞠刺工匠 在修布茨西的时候 最头疼的就是碰到苏骨 无论钻孔还是向前 这右色 往往一碰就掉一大片 让局面难以收拾 这么说 这白口也是苏骨的痕迹 隐红的语气里略带困惑 是苏骨没错 可就像是故意弄出来的 你看 这白口周围的右面 似乎是有 星星点点的钙化半点 浮于表面 这是用银粉撒上去的 你敲一下会发现 其实质地并未软化 硬实得很 在民国有一种造假手法 就故意伪造苏骨的痕迹 以心思冒充就此 我的瓷器水平太差了 理解起来有点吃力 不过大概能捕捉到 隐红的意思 苏骨概化发生的区域 边缘通常是个渐进过渡 有个半软半硬的中间地带 就像从森林地带到草原地带 中间必有过渡的平原 这片瓷器上的白口 边缘非常硬实 没呈现出过渡带的特征 但却被特意洒上了银粉 伪装成有过渡的样子 隐银将自己念叨着 这个碎片的边缘 很像是被人切出来的呀 不可能啊 我亲眼看到罐子摔碎 然后从中捡出来的 隐红不再纠缠这个话题 她说 你见过其他罐子上的白口吗 位置一样吗 我想了想 现在一共是只见过 三顾茅庐人物罐 和鬼谷子下山人物罐的房品 两件罐子的白口 开在了诸葛亮和鬼谷子的衣巾处 嗯 这就对了 为了处理衣巾层叠的效果 这里尸幼往往比较重 堆叠后肌 手摸上去呢 会微微拱起 像同质分彩器里 有一种叫波浪柚 跟这个差不多 利用这个厚度 里面的空间 是可以藏东西的 称之为柚囊衣 啊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瓷器 是要上窑里烧成的 几千度的高温 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也都画了呀 我前两天看《倚天屠龙记》 里面说 《倚天剑屠龙刀》里藏着五目遗书和九阴真经 这怎么可能嘛 这炼起铁来 啥书也都烧光了 跟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尹红慢悠悠地说 没说一定是说 如果是在素胎上刻几个字 还是能够保留下来的 明代有过这么一个故事 讲了一个瓷匠染了重病 他担心自己死后 小儿子要被女婿侵夺家产 所以精心烧制了一个瓷瓶 这瓷匠死后 儿子被姐姐和姐夫收养 家产也被移并过去 只有瓷瓶还留在身边 他儿子长得十五岁 把这个幼囊一挂开 胎体里面刻着家父的遗重 他拿这个印记去建官 终于把自己的家产给拿了回来 那你的意思是 这个瓷罐的幼底囊衣里 也藏了什么信息 尹红他手一翻 把瓷片的白口亮出来 藏着什么我可不知道啊 但很显然 里面的东西已经被人取走了 这白口 就是刮开幼囊衣残留的痕迹 为防止别人发现 那个人对白口进行了精心修补和伪装 使着看上去 只是一道苏骨浅钩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看过白口边缘 很平滑 和周围瓷面是一体的 刮开后的瓷面 怎么可能会补成这样吗 补幼这种事并不算罕见 用调好的幼枝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缺损处 入窑被烧 出来就补好了 甚至开片纹路都能模仿出来 但是这种手艺只适用于单色瓷 而且无法抹平右面衔接的痕迹 总会留下一道疤的 像青花瓷的右面 若是被刮开了 绝不可能恢复如新 尹红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说绝对可未必啊 这世间尚有一种橘子手艺 能够做到打开右囊衣 再天衣无缝地修不回去 那就是飞桥登仙 啊 我一愣 飞桥登仙不是用金银补辞的手艺吗 既然说开了 尹红也就不再忌讳 给我揍了解释 原来这飞桥登仙 指的并非是具体的工艺 而是一种手法 让菊匠靠万力控制右将或金银叶走向 在极短的时间内精确覆盖到指定的位置 既能镶金欠银 也能开诱补诱 补起来不留痕迹 这道理就像是给一面墙刷漆 你一刷子一刷子的图 再如何均匀也能够看出刷痕来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一桶漆泼上去 又能控制尤其恰好盖住全部的墙面 便能光滑如镜了 讲完这个 尹红拿起词片又说 这飞桥登仙只有一个缺憾 它必须用到一种料饮 而这种料饮 与茶简接触就会泛黄 所以这个手法 唯独不能用来补茶具 你看 说完他把瓷片递给我 用眼神示意 我记得他刚才把瓷片泡在了茶水里 就赶紧接过去看 果然在白口 沟底部 微微泛起了橙黄色 一看到这个 我心头矩震 这确凿的黄痕 说明那五个罐子 确实是被人用飞桥登仙的手法打开过 然后又近乎完美地修补起来 之所以说近乎完美 是因为还有一道白口 无法遮掩 所以 他们还费尽着心思 在附近撒了银粉 伪装成苏骨盖化的表皮 这绝活除了尹家和药神星之外 还有人会用吗 不可能 这是尹家不传之秘 我闭上眼睛 靠在长椅上 思索了一阵 莫非 要慎行最后一次离奇北上 就与这个瓷冠有关 他人没有回来 却送回了 本属于雪衣城的海底针 这件事 又是在玉佛头暗后不久 那么 我爷爷跟五贯之间 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最重要的是 老嘲讽如此急切地派遣 柳成涛来绍兴寻找 飞桥灯仙的传人 说明他很看重 五贯里隐藏的秘密 他知道 如今 整个中国只有尹洪 懂得这首绝活 他是打开这个秘密 唯一的一把钥匙 一点击破 全局通明 一个一个碎片 被我逐渐拼接了起来 在我面前的迷雾中 点亮了一条明晰的小路 图景越发清晰起来 要不是说得对 只有自己挖掘出来的线索 才真正值得信赖 老嘲讽恐怕也没有想到 我会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一寸寸的 敲碎他的城墙 攻入他的城堡 接下来要做的事 很明白了 敌人急欲得到的 就是我必须 极力阻挠的 只要我抢先一步 控制了尹洪 便能够从 极度烈士中 扳回一点 现在 终于到了 扭转战局的节点了 我要开始 发工了 我从尹洪手中 拿回此片 从教堂长椅上 豁然起身 浑身战意凛然 尹洪半靠在椅子上 疲惫不堪 我知道的 都已经跟你说了 这回你可以走了吧 莫学院还在柳成涛手里 我不能让更多无辜的人 收牵连 你得帮我把他救出来 这跟我无关 尹洪断然拒绝 我背着手 悠悠走到步道台前 仰望十字下 转头对他说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 就算我现在走了 难道他们就会放过你吗 从他们踏入你店铺的那一刻 你就注定没有安宁日子 除非他们得逞 或者 把他们击败 他们 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 尹洪变了变脸色 我笑道 要不要赌一赌啊 一刻钟之内 如果他们找到这间教堂 就算我赢 你得跟着我走 若是无人上门 算是你赢 我自己去救人 尹洪思索了半天 觉得赢面比较大 逐渐大运下来 我一面扯他的袖子 躲入步道台后 这里的木台既高且宽 足够我们两个人 蹲下身子 藏在其内 把厚绒布帘子一放 几乎看不出来 没过多久 外边就传来了 门被推开的吱压声 随即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重重踏在墓地板上 脚步声在整个教堂 转了一圈 正要跳上圣餐桌时 另外一个惊恐的声音传来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那个声音应该是 这间教堂的神父 脚步声立刻停住了 来人用凶恶的口气问道 刚才有人来过这里没有啊 我分辨出他的声音 应该是柳成涛的 另外一个手下 神父气愤地赤道 这里是圣洁之地 你们快离开 不然我就报警了 这时柳成涛的声音响起 依然那么文质彬彬 请神父恕罪 我等只是来寻两位朋友 有些急了 并非有意亵渎 我并没有看到有人进来 就算有 你们也需去外面解决 莫在教堂里胡闹 柳成涛声音略提高了几分 若神父您看到了 尹银将不妨转告 一声 我们在沈原咸云亭 设宴款待 莫姑娘做陪 不要耽误了时辰 辜负了这良辰美景 他也不多留 说完立刻转身离去 神父向十字架 祈祷了几句 忽然发现 自己的茶杯 居然摆在长椅上 他有些莫名其妙 难道是自己老糊涂 忘记放回准备事了 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也没什么异状 摇了摇头 握着杯子走了出去 我们两个从步道台里钻出来 我看了他一眼 意思很明确 你输了 尹鸿说不出的沮丧 问我是怎么知道 他们会来的 我怂了怂肩 玩古董的人 眼里都非常尖 我一进屋就发现了 你的厅里挂着一个十字架 还有圣母像 无论是兰吉斋老板 还是柳承涛 都不会忽略这个细节 刚才柳承涛站在八字桥顶 不为别的 是在平高眺望 寻找附近教堂尖顶 他若连这点都做不到 怎么当老嘲讽的尖刀 尹鸿一听 这才恍然大悟 我看看门口 忽然叹了口气 二舅怀疑 他早就已经发现我们了 只是碍于有神父在 不便动手 我指了指过道上的水字 那是进门时 湿衣服低下来的痕迹 他刚才那番话 表面上是说给神父的 其实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 让我们知道 莫许愿在他手里 不去赴宴的话 恐怕会有性命之约 尹鸿一听 不住地哀声叹气 他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小市民 却被我硬拖着 要面对这么可怕的敌人 实在是百般地不情愿 我一把抓住他的窗间 声色俱离 老爷 你们两代人在绍兴隐居坚守 我很钦佩 也不想打扰你的生活 但你懂得飞桥登仙的绝活 这 就是怀避其罪 敌人可不会体谅你的苦衷 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了 你若不奋起反击 就只能被他们吃下去 连骨头都不剩的 可 可他们是谁呀 五脉的敌人 我爷爷许一诚 和你爷爷要慎行的敌人 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了 如果我跟他说 是全国假古董幕后的 总黑手老朝凤 恐怕隐隐将早就吓跑了 一提到要慎行 隐红总算恢复了一点勇气 所以事到如今 你不能退缩 你得跟我联手 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我拽着他就往外走 对于这种脾性的人 与其跟他商量 不如霸气地替他做主 隐红胆怯地说 啊 这 这 真的去审员啊 是啊 让我领教一下 戏柳营的厉害 我目光灼灼 如果要逃脱戏柳营的追捕 我有很多办法 哪怕是考虑到 莫曲院的安危 我也有把握全身而退 但是这样太消极了 我希望能更积极一点 戏柳营虽然危险 但却是唯一能引导 我通向老朝凤的线索 一直以来 我都是被老朝凤的人追着跑 现在也该轮到他们吃点苦头了 绍兴这个地方 最有名的除了鲁迅故居之外 就要数春波弄的审员了 这里本是南宋时一位审幸富商的私家园林 最有名的事迹 莫过于陆游和唐婉儿的爱情故事 当初陆游和表妹唐婉儿结婚 夫妻两人情投意合 却因母亲反对而被迫离婚 十年之后 陆游游历沈元时又逢唐婉儿 两个人相顾无言 陆游填了一首拆头缝 以继相思无奈 唐婉儿读完 忧郁而终 临终前同样填了一首拆头缝唱贺 成为千古七情的代表制作 陆游七十多岁 重游沈元 又写了沈元二手 仍对当年念念不忘 成为毕生的一个心结 如今沈元已经过重新整修 改成了古迹公园对社会开放 市民游客皆可入内游览 柳承涛选在这里 未免太有恃无恐了 我们两个抵达园子的时候 已是日薄西山 游客们三三两两地往外去 眼看就到碧园时间了 要不还是报警吧 尹红仍在犹豫 他缩手缩脚 简直跟迈进地狱似的 我摇头说道 没用的 柳承涛从头到尾 没说过任何威胁的话 莫姑娘至今还怕是 蒙在鼓里呢 不知道自己身陷险境啊 要是叫警察过来 怎么跟他们说呢 细柳营狡猾之处在于 平时他们会巧妙地 踩在合法线上 让你捉不到破绽 一旦他们觉得有必要出手 会毫不犹豫的 我虽然只跟细柳营接触了一次 但是那股盗墓的土腥味 让我能了解这些人的行事风格 我和尹红进了沈渊 无心欣赏那周围的精致园林 直奔北院而去 那里有一个葫芦池和一座太湖石的假山 是真正的宋代遗物 假山之上有一处防骨的咸云亭 柳承涛就在那儿等着我们 在假山下面 有个面色不善的壮汉看守 一看到我们来了 立刻聚拢过来 其中有个家伙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肌肉在西装下鼓鼓囊囊的 他拦住我 你下午弄伤的那个人 是我弟弟 他现在还在医院吗 然后呢 我冷冷地回道 你等着吧 你小崽子 我叫龙王 早把我弄死 他目露凶光 却到底没有伸手过来打人 反倒是尹红被他一瞪 腿软了一下 差点从台阶上摔下去 我们走上假山 看到在咸云亭里 柳承涛正和莫许愿说说笑笑 在他们面前的石桌上 把这一把疑心紫砂壶 和四个精致的粉彩茶碗 还有几叠瓜子花生 我带着笑意 从容踏入亭中 尹红本来不太情愿 可被我一拽袖子 只好也迈不进去 莫许愿转头看到是我们 兴奋地叫道 尹医将 许愿 他这一声喊出来 我脑子一嗡 灯石浑身冰凉 我忘了跟莫许愿 曾经提过我的真名 当时只觉得 是个略带浪漫的小巧合 现在想想 纯属作死啊 柳承涛没见过我 但一定知道许愿的大名 被莫许愿 怎么直接当场喊出来 我的一切后续计划 都将泡汤 这还没出师呢 就身陷死了 果然 柳承涛的动作一致 眼神里一斗大气 我心思电转 哈哈一笑 对莫许愿大声道 尹医将 莫许愿 尹医将 莫许愿 你这名字 无论接在谁后头 都有点意思啊 对了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莫许愿有些羞涩地 看了眼柳承涛 这不碰见了柳先生吗 他也是来游玩的 说跟隐音家很熟 还约在沈缘吃晚饭 我是过来蹭饭的 柳承涛眼神里的疑虑 这才消退了几分 我按照侥幸 幸亏这姑娘名字和我一样 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尹红没我这么好的演技 哭丧着脸 勉强一笑 不再吭声了 额头上 却全是汗水 我们坐在石桌对面 柳承涛殷勤地 把茶杯针满 手势优雅 姿态从容 颇有几分 旧社会大族公子的气度 莫许愿在一旁看了 又是双眼闪亮 等这一通弄完了 柳承涛才慢条思理地说 尹老师那首绝活 晚辈非常欣赏 老一辈手工艺者的传承 不能就这么断了 要不您开个劲 他言辞恳切 表情真诚 就好像下午撕破脸皮的恶斗 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引红胆怯地看了我一眼 我清了清喉咙 尹老师的事 已经全权授权给我处理了 柳承涛白眉一阳 那阁下是什么意见 我瞥了一眼莫许愿 大人谈话 小孩子就别掺和了 我们既然已经到这儿了 这莫许愿还是赶紧回家得了 家里可还是有门禁呢 我这么说 一来是为了救莫许愿 尽快脱险 二是生怕这姑娘在席上 再喊出我的名字来 那可就全完了 这是个定时炸弹 得早点排除 柳承涛还没表态 莫许愿却不乐意了 气呼呼地说 喂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是柳先生请来的 又不是你许愿的客人 干嘛又捏我走啊 我偏要待在这儿 我按叫不好 赶紧接了一句 是 我是许了愿 要请你吃一顿 今天太晚了 咱改日再吃 不急嘛 我心里苦笑着 这姑娘不知道 我是在救她呀 她再这么说下去 光是圆场 就会把我活活给累死 眼看着莫许愿 峨眉直树 这时候 尹银将出乎意料地 站起身来 用少庆话 恶狠狠地骂了两句 这些话我听不懂啊 但估计挺难听的 只见莫许愿气得 双腮粉红 双眸琴泪 小嘴颤颤抖抖地 真是给气着了 她望向柳承涛 指望这位善解人意的大哥 可能说几句话 可柳承涛却稳稳地坐在那儿 拈起茶碗 戳了口香鸣 却没有发表评论 对她来说 只要我和尹银将在这儿 莫许愿便没什么用处了 莫许愿一看 刚才还说笑的柳公子 居然对她的遭遇 置若罔闻 不由得泪水滚滚 她咬住嘴唇 把那莲竹头饰 从头上揪下来 丢向引银将 然后一跺脚 转身 蹬蹬蹬 就跑下甲山去了 远远地传来乌业之声 莫许愿这么一走 我心里稍微轻松了点 柳承涛拿起紫砂壶 给我们俩一人重新针了一杯 壶嘴一共点了三回 这叫御凤三点头 是福建一带招待贵宾才有的手法 但是他倒茶时 食指压在拇指之上 这意思就完全变了 成了另外一个名目 叫做退避三舍 这是表示自己已经退让到了极限 再不会做任何让步了 用倒茶的方式去表达 比直接说出口更委婉一些 不至于场面太僵 柳承涛这么干 是向我们表明了态度 这次他志在必得 面对他那张笑意盈盈的俊俏面孔 我涌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 柳承涛抬眉问道 对了 下午虽然有一面之缘 可还没请教阁下性命 黄怀虚 我用了在魏辉的画名 在柳承涛面前 我可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汪先生 我听蓝鸡摘的人说 您去找尹银将 是为了学习一下举词计法 我没有顺着他的话头说 谈判最重要的是 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我直接了当道 尹鸿先生现在全权委托我 来处理这件事 我希望能和你们达成一个 公平的合作 合作 柳承涛笑了起来 似乎在听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这事可有点麻烦呢 您似乎没有立场谈合作吧 他有意无意瞟了一眼 假山下面 隐隐绰绰七八个手下 想动手随时可以冲上来 我懒得绕圈子 轻轻吐出了六个字 青花人物五贯 每一个字 我都重重地敲击在柳承涛的脸上 让他那两条腰里腰气的白眉 猛然一抖 他知道我为局刺而来 也知道找引银匠 可能跟飞桥登仙有关 可没想到我居然连五贯都知道 这可是他们最重要 也最隐秘的一个目的 我略带紧张地盯着他的表情 把杯中的茶水一引而尽 手心和瓷面之间 开始有汗水侵出 柳承涛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天哪 五怪您都知道 我之前真是小看您了 你以为我为什么来找尹尹家 为的不就是飞桥当仙这把钥匙吗 我继续抛着重磅炸弹 把这条危险的鲨鱼勾着往前跑 果然 当柳承涛听到我连钥匙的事都知道时 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起来 这是一招险棋 我主动暴露出对五怪秘密的了解 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条极其危险的钢丝之上 稍有不慎就有轻负之祸 但是唯有这一条路 才能够通向老嘲讽的城堡 柳承涛 目光变得危险起来 他又为我轻轻针了一杯 您要这把钥匙 做什么 因为我手里有五怪之一 焚香拜月怪 我眯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出来 整个亭子里变得非常安静 这是我深思熟虑了很久的结果 五怪之中 鬼谷子下山可以确定在老嘲讽手里 三股茅庐已经被摔碎在杭州 剩下三件瓷器 至少有一件我确定不在老嘲讽手里 就是长春郑家里收藏的那件青花焚香拜月盖棺 要不然提过这件东西 说郑家不知何时给卖出去了 至今下落不明 若要吊住柳承涛 最好就是透露出 我有五罐其中的一件 有这么一件东西当右耳 细柳营绝对不会松口 柳承涛沉思片刻问了个问题 哦 这罐子是什么来历 古安这东西 很讲究传承 那你是从哪收购的 哪座坟里刨出来的都得交代清楚 国外很多博物馆 你不说清来历 人家根本就不收 他既然这么问了 显然是不大相信 我会有五罐真品 青花人物罐子多了 光是卫辉就有 大批鬼谷子下身的仿冒品 我说我手里有 可怎么证明是真品呢 我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么一问 呵呵一笑 说 口说为虚 眼见为实 来历什么的不重要 不妨见见真章 然后我从怀里掏出了一片碎瓷片 搁在石桌上 一看到这瓷片 柳承涛的脸色 终于变了颜色 他一招手 旁边的人赶紧递过来一柄放大镜 他拿起镜子 对着那瓷片端详了半天 用手摸了许久 包括白口部分 也都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这才重新抬眼 这么说 焚香拜月 碎了 不错 这是其中一片残词 张生的袖子 我面不改色 隐隐将在旁边 垂头戳着茶 生怕露出什么破绽 这件碎片 自然就是我从三顾茅庐人物馆里 捡来的那片 也许有人会问 这诸葛亮是汉代三国人物 张生是宋元故事 两者形象差得远着呢 柳承涛得的是白话 并又不是青光眼 怎么可能会分不出来啊 可不要忘了 这不是整张图 而是一片残片 上面只有诸葛亮的 大半条胳膊和袖子 看不见脸 也看不见手 我没见过 焚香拜月观的尸体 不过 西香记 倒是读过几遍 第一本第三者中 有一个场景是 玉宇无尘 银河泻影 月色横空 花音满亭 崔莺莺 有所归忠 在庭院中 焚起香来 拜月祈祷 旁边张声 隔墙偷看 忍不住 引出一首诗来 与阴影唱和 两人虽未相见 却遗起了情愫 这焚香 拜月观中 所画 我猜 其中必有 张声 隔墙 倾听的形象 因此 我把 诸葛亮的袖子一脚 说成是张声的袖子 我前面也说过了 古代工匠 没受过教育 对历代服饰 不详细考究 往往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样式来画 经常出现时代错乱的情况 这在瓷器行里 不算是破绽 所以 无论是战国时的鬼谷子 三国时的诸葛亮 还是宋元时代的张声 工匠可能一律都按照宋人服饰来描绘 这袖子风格完全一样 从单个碎片局部上 相当不亦分辨 更何况 这五个罐子乃是一摇所处 无论胎质 右色 开片 包姜 青花韵点 笔触 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做不得假的 从这些角度去考察 只会更加证明 这瓷片的真实性 除非有人立刻拿出三股茅庐和焚香拜月罐 这两个罐子互相对比 才能够识破 可是三股茅庐罐一毁 焚香拜月 没有着落 可谓是死无对证 柳承涛反复检查了半天 看他的手法 在瓷器上的造诣也不浅 不过 我这招礼带桃江 机无破绽 他不可能看出问题了 柳承涛 忽然捏起瓷片 扑通一声 丢进了茶杯里 我和尹红眉头同时一颤 他显然也知道 飞桥登仙的唯一缺憾 想想也是 老嘲讽 既然能挖出隐居少兴的隐银匠 对这首绝活的了解 必然颇深 不过 知道归知道 他从这个思路去验证 只会更加证明 我们没说谎 柳承涛把瓷片捞出来 眯着眼睛 看了许久 终于也捕捉到了那一缕尘黄 他终于抬头说道 嗯 很好 冯先生 你赢得了我的关注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既然这么说 显然认可了 这就是焚香拜月罐 我微微一笑 只可惜 我只捡了这一片过来 但是白口记载 应该够用了 柳承涛神色素然 终于相信了 我真的掌握了不少讯息 他们找五罐 不是为了收藏 摔成了积粉 都不要紧 只要这个白口还在 我特意拿出这个碎片 表明我对其中意义 同样心知肚明 难怪 夏武汪先生的反应 那么激烈 原来 咱们都是同路人 客气了 若不是你们太过热情了 我又怎能赢得 尹老师的信任呢 我们简短地交锋了几句 同时笑了起来 我问道 那么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 对等合作了呢 柳承涛把手掌一拢 把瓷片夹在中间 笑了起来 黄先生 您可真是摘心人厚啊 居然这么信任我 我现在 若是把这瓷片收走 您该怎么办 我悠然地端起茶杯 这白口值几个钱呢 你尽管拿走就是了 不过 在后头的东西 你们就只能自己 去揣摩喽 哦 这么说来 您知道白口所藏 是什么 柳承涛问得有点天真 我呵呵一笑 没再多说 淡然地 瞥了一眼旁边的隐银架 一切尽在不言中 一切尽在不言中 呵呵二字 乃是个万能的回答 既可以避其风芒 也可以显得深不可测 经过前面的铺牌 柳承涛已经相信 我手里有分箱白月罐 而且已经请尹银将 第二次打开了白口 掌握了里面的某个秘密了 这样一来 就算老嘲讽拿到了其他四个罐子 缺我这一个 也不完全呢 至于我愿不愿意 把秘密分享给西柳营 就看他们表现了 柳承涛面上的笑意更胜了 他把嘴片抛还给我 王先生果然是方家 小弟佩服 佩服 能和您这样的人做生意 是我们西柳营的运气 您觉得这事该怎么讲 这就是正式上钩了 开始跟我谈条件了 我心中窃许 表面上却平静如常 我知道白口的秘密 但手里只有这一个罐 我想其他四罐八成 是在你们手里 这样 咱不妨五罐共享 各得其力 柳承涛嘴角轻撇 他没料到 我的胃口会这么大 没有我的秘密 没有尹音匠的绝活 你们五罐齐全 也无及于事 没有你们的罐子 我空手秘密 也没啥意义 所以咱们合作 相得一张 我见柳承涛沉默着 没有回答 笑着说 姿势体大 你一个年轻人 能做得了楚吗 柳承涛用手摸了摸唇边 您是觉得在下嘴边无毛 希望跟上面人谈谈 我倒是不急 看你们什么时候方便 我暗示得很明确了 这事是你们求着我 得表现出点诚意来 来个级别高点的人 能比柳承涛级别高的 我估计只有老嘲讽了 柳承涛有些为难了 他说 您早晚都得说出来 跟我说不都一样吗 我又呵呵笑了笑 我压根不知道 白口的秘密是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柳承涛 他们了解多少 但我必须装作 蜘蛛在握 无论对方说什么话 都对以高深莫测的 呵呵一笑 让对方心里头打鼓 果然 柳承涛一看我轻蔑一笑 有点拿不准了 他想了想 是 您说的对 姿势体大 不可仓促做决定 我回去请示一下 再跟你联系如何 嗯 很好 很好 我站起身来 施以引红一起走 柳承涛却说 哎 刚才谈的是汪先生的事 尹老师的事 还没谈呢 我一挥手 啊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谈妥了 他的也就成了 左右几个壮汉身形一动 只要柳承涛一下令 他们就会过来把我们给控制住 柳承涛盯着我的眼睛 我也盯着他的 对视了大约十秒钟 柳承涛轻轻叹了口气 公送两位 明天有了眉目 我派车去接你们 他本来打算就地动手的 把我们给绑走 但是 看我刚才那番做派 知道我早有准备了 如果强行翻脸 后果难测 好在 我也有求于他们 倒不必担心我们连夜潜逃 我带着尹银将 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下甲山 忽然 又转回去了